一個穴道 那這個部分呢 雖然是楊美傑發明 他也不會用他自己的名字來命名 那董事集約的命名是以部位來命名 比如說正經 它都是以部位來命名的 比如說正經在腳的大筋 腳跟上面有一條大筋 它就正在筋上面砸一枕 所以名字叫正經 靈骨就在這個一個最大的一個穴 在這個地方 那個曲線就是靈骨穴 肩中穴就是肩膀和正中央的地方 那側山裡就在竹山裡側邊的一個穴道 世花中 世花外 這個也都是在剛好竹山以下的一個穴道 由於效用來命名 比如說這個比例是非常大的 比如說以五行來命名 古水穴是針對脾胃跟腎長光的疾病 和群的穴道 木穴那相對的就是肝膽的穴道 水晶穴當然是腎長光以及肺大腸的一個穴道 那木火穴就是肝以及心的穴道 木斗穴也是肝的穴 木流穴這都是肝的 就是屬於肝的穴道 以臟相命名的比如說腹科穴 皮腫穴 眼黃穴 肝門穴 腸門穴 也有以護衛跟效用的結合來命名 比如說手的解穴 手指的治療腎上的穴道 還有以穴位的數字來命名 比如說有三個穴道叫做三重穴 一重二重三重 三江穴就是三條經絡 你說這幾個穴道為一條線 這幾個穴道為一條線 這幾個穴道為一條線 三條線叫三江穴 雙河穴就是有兩條線的穴 叫做雙河穴 七星穴就有七個穴道 五嶺穴就是五條 在背部有五條經絡 就是五嶺穴 所以這個是以穴位的數字來命名 了解董事業的命名方法 不但對董事業很容易掌握 位置很容易掌握 所以在應用上比較好掌握 好來使用 董事其穴的取用 比如說暗影跟青筋 暗影有時候也可以稱之為發露 它是病變的一種反應 即當某腸腹或者某經絡有病變的時候 常常在某處發現暗影 一般來說在手掌或者面部容易出現 所以董事的長疹就是這樣出來的 那因為我們世界的課程非常多 長疹的這部分基本上很會 會被挪在進階班來上課 所以總是長疹的可能會稍微疑一下 但是因為這有一個專門的一個課程 這個是我們會另外專章來探討的部分 也是非常好用的一個診斷的方法 面部臉部的地方也是一樣的 身體的地方也會出現這些現象 不過我比較難發現 這種方法除了反應變變有助於診斷以外 有時候來紮症的時候也可以起到